我们的凡尔赛改装了 改的还蛮不错的 走小妹 去赶尔赛了 不是都改好了吗 这408X 欧洲车它只是管定 它不是 你不讲讲外观的东西吗 讲一下 讲一下 这外观没什么可讲的 主要这个前脸有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用海外GT版本 那个竖像格栅的前脸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符合国人审美的前脸 国人都喜欢横向的前格栅布置 这样就代表稳重代表大气 比如说大众 可以这么说 你别说大众 大众卖的好不好 卖的好那就对 车尾用的是海外高配版的设计 主要是尾灯的差别 尾灯我觉得就比低配版好看很多 那你高配版尾灯比低配版还难 看它说得过去吗 所以这个取舍就很重要 你看是吧 该高配的地方高配 该符合国人审美的地方 符合国人审美 不要说外观 直接进内饰 所有标志的车 我最喜欢就是它这个内饰 就是这个环抱式的设计 你就感觉一切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的 就很有包裹感 叫什么 爱什么爱 Cockpit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非常爱爱什么 Cockpit 爱什么Pit 就这种座舱感觉就很像一个战斗机的座舱 那这这个 像不像那种战斗机的那种 也不是战斗机 科技什么中间的那个显示屏 我没有做过科技的这个驾驶舱我不知道 我也没做过 但我就觉得有点像 你就匀 就所有在这个位置的控制还有显示 我都觉得很像飞机 你看没看过地势速递 那个也是标志 尤其是这个仪表 裸眼3D的这个仪表 转速表是在上面一层的 有一层投影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个屏幕 这个是我目前用过的 也不能说最好用 但是最科学的一套双屏系统 底下这块复屏 其实上面这个屏幕里面的东西 你就那样 对关键是底下这块复屏 还有底下这排按键 它包含了你会常用的 你想 这是驾驶辅助 这个会直接跳到空调界面 一键 会除雾 一键内循环 一键后窗 还有一键双闪灯 好啊 我这个没有这个 你的车没有一键双闪 一定要选拟 你现在在几台车上能见到一辆选拟 还挺多的 你车有吗 我车怎么没有了 你车有一辆选拟 有 你车是不是没有 我车也有 蔚来 哈老师车没有 这块复屏 加上下面这一排小按钮 你就可以一键直打所有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想去哪就去哪 你是蒙古 后目键 这是什么 后目键 一键回家 后目键 卡 卡 座椅 一键自动空调 一键直达车辆设置 而且这五个按键是完全自定义 什么叫完全自定义 就是一般车上你的自定义的快捷按键 不就是他给你几个选项吗 这个不一样 这个你屏幕里看到的 你基本 你看 无法创建快捷方式 你看我们现在空调界面下 我包括我现在可以直接把它自定义 我主加21度 好 主加空调21度 好的意思是我就点一下你的空调就变成21度了 对 这个一键空气质量 一键油画空气质量 加二十辅助也可以一键 一键关掉交通标志识别 一键全景摄像头 这个就很科学 因为每个车主他的习惯不一样 你不知道什么是车主想一键达成的功能 完全自己设定 以前我一直觉得奥迪那套 是我用的最顺手的双屏的车载系统 现在是标志 好 最后 这个方案盘 我非常喜欢标志的一点 就是它的方案盘 它们都是这种很小的这种上下屏里的方案盘 小巧 你知道吧 男人都喜欢小巧的东西 那不一定 我喜欢小巧的 小巧紧致 这个手感 它还是双幅式方案盘 你可以握在一个离你裆部很近的位置 对 开车非常的舒服 你知道开标志要怎么调这个坐姿吗 就是这个座舱 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坐姿调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 正确方案盘就是把座椅放到最低 方案盘也调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你要让你的仪表在方案盘上放 透过方案盘上面去看这个仪表 这个坐姿调好之后 一坐进它 就上 立刻去驾驶 走 上路 这个车唯一一个没那么原汁原味的点 就是这套动力动成 虽然说没有插混 但这个燃油动力它比国外强多了 国外是什么 1.2T 咱这1.6加8AT 所以说不要以为欧洲车排量都很大 其实我们亚洲人也可以驾驶的 欧洲车它只是管壁粗 它不是口径 这套动力也比较常见了 国内PSA的车好多都用的 这是这套动力动成 日常开起来就是比较舒缓的那种 柔和是吧 就是慢 它是动力来得晚 它不是慢 因为这发动机 它动力要到2000可能大几百 将近3000转你才能感受到 渥轮的动力爆发出来 你要想把它开快 切到运动模式这是不够的 需要脚法 有吗 神之脚 注意转速表啊 我只做一次 有一新的转速表 你要把它维持在一个2000大几百 将近3000转的转速下 然后再配合你档位的切换啊 这个时候 你的动力就会随叫随到了 这3000多转 它这个动力还是很灵敏 就是说它动力来得快 但是不多 毕竟1.67嘛 你不能要求它太多 动力真的不重要 法系车最重要是什么 底盘调教你知道吧 什么是法系底盘 就是扭力量 调得很好的扭力量 这个车底盘开就像是 才换了扭力量的508L 就我没少跟你推508L吧 我买车的时候 买车之前 你还跟我推荐过508L 508L在我感觉里 它就是通级别 但不说阿罗那些 通级别的B级车里面 最棒的底盘和操控的 这台车就是换了扭力量的508L 但扭力量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这个扭力量跟多连杆 它有什么差别 咱们后面再说 来先说我觉得这台车好的地方 它这个操控 跟它这个外观就很不符 跟这个方向盘就很配 看起来就很小巧 很灵巧的这种操控 你看变得到 而且这个车车身动态很快 你一打就有 开起来很像那种福克斯 还有GTI这种很灵巧的小一级车 再一点这个车我觉得棒的就是 因为一般像本田这种比较灵巧的车 开起来都会比较轻飘 但这台车的底盘开起来就很扎实 是指它的极限很高吗 对就是厚厚重的那种扎实 就是对这种小的这种 还有这种道路接缝 它绿震 还有这种你在路面这种起伏的时候 它不会有那种飘的感觉 而且变道过玩的时候 它这个支撑 就让人很安定的那种扎实的底盘感觉 好 你安定吗 看起来挺安定的 那是在各位看到这个视频之前 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少 所以说扭力量它不一定比多连杆差 就像在前面说的这些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是感受不到它跟多连杆的差距在哪的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能感觉得到呢 就只有那种大冲击的情况下 你会感觉它跟多连杆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的 因为这个属于扭力量劣势 就是比较尖锐的冲击 你懂尖锐吧 就是这种直的坎 那看来这车不太适合在农村路 对 它没有那么off route 扭力量在上下冲击上 其实跟多连杆差距并不大 这种情况下 它会给你的车轮有一个向后的冲击 多连杆它的控制比比较多 它对于这种向后的冲击 它是有控制作用的 但是扭力量它就那么两个胶套 它想满足别的方向上 后重感还有操控跟多连杆差不多 那这两个胶套就要硬 两个胶套在垂直 其实还有其他方向上一硬了呢 它在该软的地方就软不下来了 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道路情况比较好 都是那种铺的很平坦 例行路的话 那这个车开起来就跟508要是一样 骑得快的上海这个路正干什么吃 成天修东部一块西部一块 还这么点 敏感话题就是填空题 你填错的答案就会用修正液 填错的次数多了 用的次数也会更多 然后最后这块空就烂掉了 还有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 女力量它的后排感受 会比前排差一点 怪不得这个车没有老板见 因为这个车它压根后排不能做老板 对 这台车其实更适合开 这个东西转挂主要还是看调教 就是你们这些键盘箱 天天咋样骂你 你自己又不开 你又不买 你还在那叫 你也不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是小美说的不是我说的 是小美说的不是我说的 舒琪你喜欢这台车吗 这台车它要是那种传统的旅行车 或者说是那种钢炮 那就完美了 就现在这个样子 我只能说欣赏法国人这种造车的 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 还是你心生狗 就是你像现在外观嘛 大家都做什么咪咪眼 大嘴巴大鼻孔 法国人不 我们补销式的这种设计 我们就要美的独特 你家内饰 现在大家都搞大屏 你一个 我三个 你三个 我后排也有 法国人就不 我就三块小屏 然后实体按键我还给你 有一个日本品牌也是这样的态度 你在夸那个日本品牌 是吗 你的韩国品牌也是这个态度 还有HUD 人家也用了HUD一样的投影 但人家装在下面 你们装在上面 我就装在下面 反人类的设计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反的还挺科学 对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就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 我很欣赏 就像有些明星 有些明星老少皆宜那种 美的大家都喜欢 黄渤 对从村头到巷围 大爷大妈全都喜欢 有些明星他就美得很高级 美得很独特 这种明星也有很多人喜欢 也不是说很多人 有一部分人喜欢 那喜欢的人那就是真喜欢 不喜欢的人他就偏向不来 他就不觉得他好看 但你要说我喜欢哪种明星吗 我还是偏向大众明星一点 屁股说几个听见 汤 色机 很抱歉 我是个俗卡 你是个色 不许可政治 如果 Steady 你就 BUY 不许可 不许可 OK 哋哋哋哋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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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哻 哎呀喜欢不行不行 这个就 ه 哎呀